剛才講的吳馨宜 他有高見 他說他是有國際觀的 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 他曾經在這個全世界非常有名的 這個投資顧問公司工作過 他講說 他們要要求中國提交新的條約 來解釋中國到底希望什麼 我覺得這題我超有feel的 你跑總統府的記者 一定要對總統跟副總統的 國防兩岸外交非常清楚 我就直接講 九二共識是馬英九 他的聖經 蔡總統我就不要 很清楚我講完了 馬英九是由九二共識為基礎 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有沒有各表 至少他就是一中 所以馬英九是要的 然後現在侯友宜是承接馬英九的 然後賴清德他是承接蔡英文的 蔡英文是不要九二共識的 我就問 為什麼我說這題有feel 因為你的副總統候選人 接受德國之聲專訪 我要告訴大家 德國之聲的這篇專訪 後面他都有提到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 那到底柯文哲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先跟大家講 有沒有 世界上沒有人支持兩個中國 據點 講完了 然後你要告訴我 我剛剛已經講了 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那選國民黨 就是九二共識為基礎 跟大陸互動 國民黨現在是這樣講的 現在的後友宜是這樣講的 選民進黨賴清德 就不要九二共識 但你不能跟我講據點 我沒有看到柯文哲的解方 你今天 吳欣穎的解方是說 九二共識要進化 如果是進化 就不叫九二共識 2024了 第二個 叫大陸交過來 不就是你總算 大家來膜拜 拜託我們來見個面吧 不算你甘丹 蔡總統上任都已經七年了 中共大陸不願意跟他溝通 那我們就往美國日本方向去互動 保健哥我現在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這個我相信長久在看新聞都知道 2015年 也就是在蔡英文總統準備要當選前的時候 柯文哲當時是台北市長的當選人 他去雙城日展到了上海 結果上海的新華社以及上海很多的媒體者 專訪他 保健哥你看 BBC留下這個記錄 2015年 就是他跟台資源講的一模一樣的話 可是講的內容不一樣 2015年3月31號 當時他講什麼 他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而且被下沉標題 有沒有 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嘛 那你為什麼下沉這個標題 而且是BBC的喔 對 因為當時新華社以及大陸的台辦 因為柯文哲的這個回答 他們認為柯文哲是接受九二共識的嘛 因為你看內文 來保健哥我有框起來 不是喔 一個中國比九二共識更嚴重喔 是 因為其實蔡英文當時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辯論 當時沒有九二共識之名 但是有所謂的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 當時蔡英文在跟人家辯論的時候 他特別想調 到底是一中各表 還是各表一中 你的一中有沒有各表的空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一個中國如果沒有各表 就不是九二共識了 所以你要知道 當時中國大陸是派出什麼媒體 保健哥 你看喔 你可能都沒有這種待遇喔 中央電視台 新華社 中平社 同時訪問他喔 就要問他對於九二共識 你是什麼看法嘛 而且當時他也有講 大陸很多人要他選 要他選對不對 就是那個時候啊 2015年啊 他問他說 你會不會有一天選台灣領導人 他們不會講總統 講台灣領導人 那等一下 你看他柯文哲講什麼 來 事實上 當今世界上 沒有人認為是兩個中國 所以一個中國 並不是問題 好 下面你看第三段 台辦發言人當時講什麼 2015年 台辦的發言人叫范立青 他說呢 2008年以來 兩岸對於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面呢 獲得重要的成就 柯市長的表態 有利於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他大陸就是認為 你接受九二共識嘛 你今天可以說你沒有啦 可是你當時2015年3月30號 保傑哥 這個事情 我在附贈跟大家講第二段 因為後面 我覺得 他比九二共識更恐怖 對 那他回台灣以後 台灣的媒體就問他 所以你是支持九二共識的嗎 他又請當時的發言人 你現在再去找他 林賀明 問賀明怎麼樣 賀明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啊 說我們回答就是這樣 也不算支持九二共識 他只是說 沒有人在支持兩個中國 所以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可是你講來講去 當時是台北市長 這題就過了 因為台北市長嘛 你今天要選總統 你這題沒有過 你要告訴大家 你認為一個中國不是問題 世界上沒有人認為兩個中國 他現在又這樣講對不對 所以你當總統以後 你當中華民國總統以後 你怎麼跟對岸互動 你怎麼跟對岸互動 你要講清楚嘛 你不能夠用過了這個 這起一 保傑哥我要現在跟大家講 其二他昨天也接受 瘋傳媒專訪 他在講游錫坤跟那個韓國瑜 我們請那個製作人 把那一趟溜出來 你就知道了 這我看了以後 我不是要挑他毛病 我再強調一次 我跑總統府的 所以這個人可能當總統 我都一樣的標準 我以前是這樣問馬英九的 外界評論你無能啊 總府記者會啊 你以前說 不要跟習近平 建議為什麼要去金加坡 我都是第一個問的 我當會長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現在當 柯文哲是準總統的候選人 他是個準總統嘛 他可能當選嘛 他講什麼 他說 國民黨打我耶 所以我還挺韓國瑜 對不對 他今天是不是這樣講的 我先等等 他意思是說 游錫坤院長都沒有罵我 韓國瑜也沒有 可是國民黨罵我 所以以後 如果進到立法院當中 我們民眾黨是 那關鍵的可能有八席 我要投給誰是院長 還真賣說耶 好 那把這個 一樣的道理 剛剛講那一題跟這一題 157的智商 你邏輯應該很好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韓國瑜最近 有沒有幫李友宜去掃街 有 李友宜是什麼黨的民眾 民眾黨的立委候選人 請韓國瑜站台 還有一個 蔡碧如有沒有請韓國瑜 有 有 那你蔡碧如跟李友宜 身為民眾黨的當主席 喜不希望他們兩個當選 他們兩個如果當選 國民黨這兩區媒體嘛 他們進到立法院 他還要在游錫坤 跟韓國瑜東中左右為難 還又來了 韓國瑜是幫你站台的耶 韓國瑜幫你掃街 就你講說 謝謝你幫我掃街 可是我主席叫我投游錫坤這樣子 所以他在講這東西 完全沒有邏輯嘛 你今天既然你的這幾個立委 已經跟韓國瑜在那邊揮手了 就你說以後他要選院長說 我要投給另外一個人 這怎麼對 你今天就是把很多題都把他混在那邊 沒有清楚的表態 你應該講說 這兩個人因為韓國瑜已經幫他站台了 他們兩個如果當立委 我不會要求黨籍他們投給任何人 讓他自己談 可是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不是說他煩喔 他說我是沒有對韓國瑜有什麼意見 可是黃國昌跟陳昭志 這不會投給韓國瑜啊 我也沒辦法啊 那你還當什麼當主席 所以你要不然就是開放投票 那如果開放投票像這幾個人 因為很簡單 因為游院長沒有問題 游院長他現在民進黨裡面眾望所歸 可是游院長沒有罵你是沒錯 可是游院長沒有幫你民眾黨任何一個人站台 可是韓國瑜幫你民眾黨立委站台 你還講說 我不一定要投給他院長 那你說韓國瑜請喝一看 我可以幫你站台 我去那邊吹風淋雨 就你講說以後如果我要選院長的話 民眾黨還不一定知錯 那我就要站什麼 所以他的講法是很有爽度 可是經不起考驗嘛 你今天我就講這個你去問 好我今天就講了 你去問李友宜去問蔡壁如 如果你當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2月1號那天你要投給韓國瑜還是游錫坤 你就講嘛 你就可以講說是 我請韓國瑜幫我站台 但我要投給游錫坤 你把他講出來 馬上沒有一個韓國瑜支持者會投給這兩位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你不應該每一天都創造一些話題 然後像這個 兩個中國沒有人同意啦 所以句號不是句號 你是總統候選人你要告訴我 所以你當總統你有可能當啊 現在不是 柯文哲這個講說阿伯一定有600萬票 那你當了以後你要怎麼解決兩岸關係 你要怎麼對美對日 你要講出來 你的解方 賴清德跟韓宇都有講喔 那你不如沒有講 你就只是罵他們兩個而已 罵完以後你就覺得 你當了總統以後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副手 吳欣穎已經接受德國之政的專訪了 可是你的方式 你的方法 你的解方還是沒有看到 你只說那大陸就拿個新的條約過來嘛 對不對 那他不會 那他不會拿來送個新的條約過來給 給蔡英文就好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要經過檢卷 可是連馬19都沒有條約了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兩岸 不是說柯文哲一定解不了 而是此刻 你當一個總統候選人 你要講出你的解方 我目前看這個樣子的話 是沒有解方 是有說法 但是沒有解方 兩岸非常的優微 兩岸要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紅線 而且兩岸要有很多蒙古地帶 我覺得他完全不懂耶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 就是 柯文哲攻擊力很強 辯論會我就已經講了 就是賴清德展現高度 那侯友宇看起來 比想像中的表現還好 那柯文哲就是攻擊力很強 他一直拋問題 罵你的家裡的違建 罵什麼 你叫租房子 然後兩岸 哎呀國民黨就是中共那邊 你看他今天講說 國民黨就是中共支持的 所以不要跟國民黨談了 所以他這個說法 我再講第三個 但他這個說法 等於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國民黨是中共支持的 講了狠話嘛 所以未來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 因為那個是中共支持的 所以不可能藍白河囉 所以國民黨所有支持的 聽完這句話也講說 柯文哲如果當總統 他不會跟國民黨合作啊 因為國民黨是他看不起的嘛 朱立倫已經沒有擴充了啦 侯友宇說不前 所以已經沒了 別擦了 但是國民黨是說 我要跟民眾黨合作的 所以你要說到做到 你不能現在這樣講 那如果2月1號以後 國民黨跟民眾黨 又合作又一起投票的時候 你的講法每次都會被挑戰 發現你今年講了 跟你後來做的都不一樣 這樣子就不是一個總統的高度 當市長沒有問題 我剛剛已經舉了 當市長你在2015年 你回答的這個問題 就到這裡 大家沒有再繼續追下去了 可是你現在要選總統了 你的兩岸解放到底是什麼 你的九六共識 是像民進兩岸完全不用 還是像國民一樣 拿回來當聖經 沒有看到你任何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做法 那怎麼把票投給你 好 剛剛講的 最近現在因為一個國中生 在自己的教室裡面 身中死刀 而且刀刀都中到要害 再加上王欣宜的一個指控 直接控訴了 我們看到了苗博雅 剛剛講了 整個死刑的議題 整個沸騰起來 沸騰起來以後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像是 本來在大安區裡面 力挺苗博雅的 這個所謂的永康商圈 翻臉了 他就說特別強調 他們反對廢除死刑 好 結果你先看一下 右邊這張照片 李慶榮跟誰 苗博雅 他是誰 李慶榮其實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他是以前蔣乃欣 的主任 他在地方幫蔣乃欣 幫國民黨幫了三十幾年了 永康商圈 他最簡單的李慶榮 就是所謂的永康隆 結果他這一次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樣 反差非常大 你不是說他挺國民黨嗎 他怎麼會跑出來支持苗博雅 他跟苗博雅簽署了一個 八年的契約合約 我今天身為大安區的選民 我是商圈協進會的理事長 李慶榮 我公開支持苗博雅 但是你苗博雅 要答應我 在這邊當滿八年不能落跑 而且每一個委員會都 你的表現 什麼樣都要評比 各個立委評比都要六十分以上 他在歉 大家開玩笑 當天非常和諧 兩個人還握手 他說你要保證我能當選 不然沒有當八年 還笑得很開心 但是今天笑不出來了 因為李慶榮 他發出了一個嚴正的聲明 他上面並沒有講說他不投給苗博雅 也沒有說他投給誰 可是你看最下面他寫什麼 堅決反對廢視 他說還有一個 鐵漢總統參選人 有沒有 他突然講一個鐵漢總統 他沒有講誰 那他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說三點理由 第一個他說台灣 是不是過度重視人權 然後善良人民 如果遇到這個事情 遇到了人家對你 這個刀斧相向的時候 居然加害者還被保護 他舉了這次新北市的國中生 他舉了台南的殺警案 有沒有 大家都還記得 一講大家都 對啊 那個什麼 那樣子 還有王欣怡 王欣怡也是他們大安區的 他可能跟王欣怡也很好 所以東北條他發出這個聲明 那他本來是公開支持苗博雅的 不是大家媒體暴躁 是他真的跟苗博雅兩個人有同台嗎 11月的時候 現在才剛過1月 也才一個多月前 他跟苗博雅兩個握手 簽契約說 我就支持 對就這個照片 支持苗博雅的 那現在有沒有翻臉 打個問號啦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苗博雅現在目前遇到大麻煩 這個我給大家看一下 苗博雅 阿瑪我也很早要認識了 那他很會論述 邏輯也很好 他其實第一次選立委不是現在 他8年前就選立委了 那時候是綠黨跟社民黨 兩個一起合在一起他來選 然後他還在我們公司旁邊那邊 我還下去看 你看他當時的選舉公報 上面那個是2016 下面的是2024 你看到 他之前2016年在選的時候 他的選舉公報上面 也沒有講到他一個資歷有沒有 最後這段是資歷嘛 社民黨全國委員有沒有 還有呢 司法改革社運工作 台灣廢死推動聯盟的法務主任 所以大家最近常叫他法務主任 就是因為這樣 他以前當廢死聯盟的法務主任 然後呢也就是這個事情 我就不放那個畫面 因為這個對阿妙很傷 他8年前當法務部任出來選立委的時候 他曾經上過友台的節目 那個時候有一個事情 小朋友跑去台南的湯姆熊 被騙到廁所去割喉 多麼殘忍 所以大家都哭哭去的時候 很傷心的時候 他上節目 他還在講這個 就是廢死聯盟的立場 結果跟節目當中 其他的這些劉俊耀這幾個來賓 都吵起來了 所以8年前的影片 現在突然被傳出來了 然後呢 然後他現在在問說 王歇齡說那請問 你現在在選大安區的立委啊 我是大安區的選民 他沒有選嘛 王歇齡沒選嘛 你還是支持廢死嘛 你告訴我嘛 我們現在要投票了嘛 好 那寶傑哥 這一次2024 阿苗立場怎麼樣 他這兩天有寫文 他說就是馬英九 引進兩公約啦 你也是馬英九兩公約的問題 但沒關係 我們就是論事 那我說他8年前 第一次選立委的時候 他的選舉公報上面 給選民看的就是 他是廢死的法務長嘛 那現在 現在最新的 剛剛印出來的 新的選舉公報上面 你再看一下 沒有了 有沒有廢死聯盟了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不是選了廢死上來的嗎 阿苗不可能 這個時候改口說 他不支持廢死 因為他是一輩子支持廢死的人 可是問題是 現在支持廢死這個事情 一來 你可能在選票上面 因為大安區基本上又比較保守 又是藍營的這個鐵票區 你本來就已經很不好選了 加上說他現在跟你直球對決 你講嘛 你還要不要廢死 他可能想講說 我還是支持廢死 可是講完要等同選舉 可能就結束了 第二個 挺他的李慶榮 還覺得說太好了 圈區萬馬來相見 終於有一個地方 討囊支持我了 現在人家也發一個公開聲明 他沒有講說 我不挺阿苗 可是這個事情 阿苗你就被迫表態嘛 再加上 保健哥我講這只是大安區 大安區他是國民黨覺得 手到擒來的區 全台各個選區 現在其他的地方 也就有樣學樣 開始都在那邊持球對決了 要賴清德總統候選人表態 要地方的民進黨立委表態 對不對 你看像新竹 新竹這個其實相對 他也是穩定 林思民他也是 立刻也就出招 他就問王婉鈺 他就問其他的候選民進黨的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廢死這個話題 其實突然出現這個悲劇 可是我就講 就兩封公開信 衝擊選情 一個公開信 就是這個新北市的 吳宗生不姓的家長 他寫的 他說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個信出來之後 加王欽怡 兩個人都是公開信 兩個人都是受害者的家屬 他們都公開反對 廢死的時候 那馬上就要投票了 所以呢 候選人就會被逼問 那你到底是什麼態度 所以你就看到 這個話題反而成為 今年選舉的意外 跟選舉原本無關 但是可能影響 最後結果的一個重大話題 剛才講的 其實民進黨有一個習慣 叫做拿來主意 對我有用的 我就拿來用 不能用的 我把它丟到旁邊 廢死 在民進黨2000年 第一次拿到政權的時候 不到幾個月 就彷彿掉一個人 就把鄭太極彷彿掉了 我跟大家講 鄭太極是我們現在 中華民國史上 死席定驗 伏法速度最快第二名 第一名是鄭杰 確定死刑定驗之後 18天就執行伏法 鄭太極是第二名 19天 當時的法務部長是誰 陳定南 2000年5月20號 總統上來要當法務部長 三個月 8月就槍擊了鄭太極了 可是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你今天說槍擊了鄭太極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 就沒有再有人被殺害嗎 我簡單講 鄭太極是在那個地方 可以說魚肉鄉民 也做了很多特種行業 然後又賺錢 身邊都有黑道 手上有槍 記者都不敢講什麼 只要有寫到一點點 直接叫到市議會去拉正 他在那邊吃飯 直接就站在旁邊罰站 然後他的好朋友 寶吉克 他的好朋友 開設特種行業 按照規矩要繳規費 我們到底的啊 我還要繳規費嗎 就因為這樣他把他殺了 他到他家去講說 我訂下的規矩怎麼可以 對不對 不繳規費 他到他家去 那他都認識的嘛 所以好朋友的媽媽看到他 對不對 當然就叫出名字嘛 當場跪下 你要來臺灣小孩 拜託的 不要 當場還是槍決 當場麻煩 對 他就非常凶狠 那這件事情 後來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講了 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地方根本沒什麼報導 而且報導 沒人敢報 他明明是現刑犯 地方有傳出這個 他的好朋友被殺 有人被殺的消息 地方遜 屏東遜 沒有講誰是兇手 所以我把這個事情 稍微解釋一下以後 回過頭來 所以當2000年阿扁上來的時候 民眾希望就是能夠澄清立志 所以陳定男就槍決他啦 他是怎麼樣 地方的這個角頭 大家都黑金黑金 連議長都可以殺人 而且還可以消耗法外 槍決他 执行 當時還講說 大家敢殺他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是第一個嘛 执行 因為是犯重路 鄭捷 你在捷運裡面殺人 大家也討論說 他到底是出什麼事情 那一樣 當時呢 也槍決他 那那個時候是什麼 是羅雲學家卸任之前 保濟哥你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我講的那一張 那為什麼出了這麼多事情 原本去年我常常都在講 這個圖是我做的 就剛剛那一張 剛剛那一張那張圖 這圖是我做的 因為我寫過一篇文章 跟大家講解釋理由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 原本是38位的死刑犯定驗 已經都已經定驗了 定驗就是表示 都已經一查再查了 那為什麼不執行 就是因為法務部的 執行死刑規則裡面的 這個第二條 保濟哥你看 它裡面講什麼 有沒有非常上訴 有沒有再審程序 在進行當中 你要注意第三點 第四點 有無申請司法官大法官釋憲 如果有的話 回到下面 第二條第二款 法務部在執行死刑之前 要去檢視有沒有上訴情況 好那很簡單 也就是說在法律上面來講 辯論會的時候 賴清德副總 講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並沒有 廢除死刑 現在目前法務部長在蔡清祥對不對 保濟哥 蔡清祥也執行過兩期死刑 一個叫李鴻基 一個叫翁仁賢 翁仁賢把全家人都燒了那個 他有執行過兩個 每次民進黨聲望最低的時候 就會有死刑 對 所以就是蔡清祥部長也執行過 但是為什麼本來38個 因為去年10月另外那一位黃富康 他因為在獄中心臟有出問題 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37刑 為什麼這37個死刑犯 已經定案不執行 就是因為這一條 那我跟大家講務實的好了 就務實上我們法律並沒有廢詞 可是在實務上 有這條執行死刑規則的第二條 他不會執行 只要申請非常上訴 或者是釋憲就不會執行 但是只要法務部長 把這條規定給改了 行政院頒布就可以了 不需要經過立法院 所以為什麼三個總統候選人 他可以表態 因為當總統 新的總統出現 不管是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他可以講說我未來組閣的話 我的行政官員 我的法務部長 我希望法務部修掉這一條 把執行死刑規則第二條給修掉 那這剩下37位的死刑犯 通通都可以執行死刑 但我們講的是 本來台南不是 在賴清德的本命區嗎 甚至在那邊誇下海口說 我要拿下七層水炮 為什麼他最近 連續排了很多的行程 然後一直到了台南 他到底 他還覺得票不夠嗎 他需要更多票 因為台南是他本命區 寶貝哥我們也不會延 只剩幾天就要投票了 台南民進黨現在目前目標很簡單 總統不但要勝選 而且總統的選票是六層起跳 他的目標是這樣 六層起跳 六層全贏 六席全贏 民進黨的台南六席全部都贏 那你要看到 因為台南畢竟現在目前六席都是民進黨 然後林俊就遇到一個王嘉珊 他現在目前沒有辦法來選 他就單一選舉了 對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沒有錯 因為這個會引起其他的立委在想說 你現在是在選市長嗎 我今天就在我們關鍵時刻跟大家公開講 對啦 穿起來就是要選市長啦 不怕大家知道啦 你就問他 他講說 不是要這樣 我是要幫忙 對 兩個都有嘛 他減去過 我減去減小口 我就跟寶貝哥講 因為我問過俊憲 他那一區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失去資格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AKA講就穩上了 可是這個時候呢 他不能講穩上啊 他說我怕 因為大家覺得沒有危機感以後 大家沒出來投票 現在還要投政黨票跟總統 所以他就也索性的 理直氣壯的告訴大家 他頂我那一區我也要投稿油啊 賴清德難道那個區域不要投給賴清德嗎 他就跨去了 他現在把他的海報就換成兩種 本來就是他那一區 他的林俊憲支持 現在變成是整個台南都掛什麼 掛林俊憲跟賴清德 就說你要支持賴清德 第二個呢 叫搶救王一川 因為搶救王一川就是投政黨票 那他這麼做 其他人也不能說不行啊 陳丁妃跟王定妃要抗議嗎 這我的民進黨好啊 可是因為這樣 他就把他的觸角伸出去 因為很快的2026年的時候 馬上黃偉哲已經兩屆了 接下來就是 本來是王定宇跟陳丁妃 還有林俊憲三個人 可能是2026的 才選立委 維漢就講市長 沒有 你地方的影響力 就是趁這個時候把他伸出去 那如果真的 把這個如果真的 最後政黨票開的也不錯 總統不但勝選 還拿了六成 然後呢 他的這個地區各席 六席全部都上的話 那林俊憲當然還是這三個人當中 陳丁妃 王定妃跟林俊憲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選 2026年市長的就是林俊憲 好 那這兩天在南部 也有一個討論就是 因為反光鏈的關係 陳丁妃的這個所謂的制度 感覺上 我們看到賴清德 還連續去郭國文兩個場子 有這麼緊張嗎 好 郭國文他現在被討論就是因為 相對之下 林俊憲基本上因為沒有對手了 跟一個看起來好像情勢沒有那麼樂觀 那當然就要多去嘛 可是寶貝哥我就說 台南這一區 六席立委 國民黨你看其實講的也沒有那麼多 國民黨現在猛攻的其實是高雄三 跟高雄六 高雄三是左南的李梅貞 高雄六是陳美雅跟黃傑 那個地方是因為有個郭貝宏 他們還存著一絲希望在努力 但真正有可能台南高雄 能夠讓國民黨能夠有議席上的 其實我從頭到尾看法沒有變 就是高雄第三選區左南的李梅貞 所以台南是這樣 台南現在國民黨當然希望把票衝高 可是謝龍介現在目前提了部分區 然後也王玉米加上柯智恩還有蘇清權 國民黨確實過去部分區名單沒有這樣提的 所以國民黨並不想把南台灣的票給放棄 可是賴清德跟民進黨也發現 最近侯有瑜去南部去的比北部還多 那侯有瑜很簡單 他的看法是說 可能我們在南部的選票比翔項中還多 他覺得說南部可能國民黨支持者 過去已經這麼久都國民黨都沒有贏了以後 他趨於隱性不肯表態 那他去掃街的時候他覺得說他看到了熱情 因為一起咬人嘛 他有信心國民黨在南台灣能開出 比翔項中更高的票 好那寶杰哥回到我們的整個總統大選的主軸 北南南綠中台灣對不對 那如果北還是一樣藍 可是南部沒有那麼綠的話 那侯有覺得說我有機會了 所以藍綠都在搶台南 都在搶高雄 那賴清德自己是台南的老市長 他這個地方能不開出六成嗎 所以他要常常去 常常去是為了要衝高票 並不是因為他擔心會掉 台南六席民進黨應該是穩穩的 不會有問題